林沐晨上來製造出八個出局者 有六個是三陣 那這輪到的是 把林沐晨有兩隻全A打的劉福豪 那講到這個 喔 只被警告了 I don't know 喔 主神裁判 已經下令了 他說你這個動作是故意的 讓他知道 他先警告一次 林沐晨這個動作非常的不可取 再一次 競爭球 將被驅逐出場 不過這個警告蠻及時的 主神裁判就是要有這種反應 對 投出來的瞬間 他已經告訴他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我就告你一次了 裁判還是要以球員的人身安全 作為最前提的考量 球員 身體是他們在球場上面最珍貴的東西 我運動傷害喔 是 對球員來講是最大的致命傷 但如果是人為或蓄意的 那真的是不可取 對 所以裁判你及時警告他 滿清楚的啦 所以真的全力要慢慢的下放給出身裁判 這邊來判定 是故意以後 打成界外邊良好三塊的滿全數 中華球方聯盟歷史上面 過去兩年 這個所謂的有 季後挑戰賽第一輪 然後 再來打這個 等待很久的 球隊 過去兩年都是有等在那邊的球隊 拿到最後的總冠軍 今年 等在那邊的球隊是 他們休息 九天 統一式隊有經過第一輪 跟成泰隊的三場挑戰賽 所以很快的三場就結束了 但以休息數為天 結果劉富豪遭到三陣 於目前連續投出了3K 同一式隊沒有在天分數 還是領先有3分